哈囉大家好我是葉東烈 今天要講的動漫是東京參種 大家要知道不同的赫子種類 也有互相克制的道理 但是在同一種赫子種類中 也有特別強大的不易被克制 所以我今天就要講到東京參種前五強赫子 第五名四方連式的羽赫 四方連式的赫子是非常典型的羽赫 它的攻擊模式 將RC細胞凝聚起來 形成極強力的電流向對手攻擊過去 威力十分強大 就跟有馬桂醬的酷因克名神一樣 因為有馬的名神就是用四方姊姊製作而成的 四方曾經用全力一擊的電流 將有馬桂醬的酷因克名神給破壞掉 又曾經在對付六月透時 四方羽赫在周圍形成一圈電流來保護自己 又使用他雷電羽赫的特性 將六月透給電爆 十足是非常強大的羽赫 第四名米鈴材質的零赫 米鈴材質的零赫非常厲害 他是幾個少數能夠靠自己想像力 在戰鬥時變形自己的赫子 想變什麼就變什麼 像他就曾經在對付雅門時 變成一個超巨大的零赫 用來壓制雅門 又變形成像一個巨大的錘子 像雅門砸下去將雅門給壓在地上 在跟瓜江九聖戰鬥時 又變成像牽手觀音一樣 然後又變成一個像超多尖刺的夾子 柴子稱他為深淵巨宅 將瓜江九聖給抓起來束縛著他 然後這個超扯的 又變成兩個超壯的手臂 一直狂捶瓜江九聖 柴子的變形能力真的是一絕啊 第三名 野呂的韋賀 野呂的韋賀超強超帥 他的形狀像一個超大的巨獸嘴巴 而且賀子上又有非常多張嘴 在攻擊的時候 甚至可以直接把一個人咬成兩半 要說這個賀子其實野呂本身就是 所以野呂不算個人 他算個賀子 所以要找到賀包才非常難 而且他的戰鬥能力也是餐種中的一絕 砍成兩半也可以分回來 野呂的韋賀超強 第二名 方村攻散的餘賀 電場的餘賀超威 我個人認為是最強的餘賀 型態非常特別 攻擊模式跟董香的很像 但是他的範圍以及速度 都遠遠超越了董香 電場的餘賀就像貓頭鷹一樣 覆蓋全身像羽毛一樣 曾經製造出 雅門以及龍澤這兩個超強的2S級參種 高貴卻也遺傳到他爸的賀子 只是他後來的餘賀 又比他爸的更強更威 而且電場的餘賀又有複數的賀包 接下來就要講到第一名了 第一名理所當然就是 神代力士的靈賀 金木炎的靈賀就是神代力士的靈賀 力士的靈賀擁有非常強大的貫穿力 以及攻擊範圍 形狀是4根尖銳的觸手 金木炎經過好幾次的被虐 好幾次的長長 將力士的賀子不斷的進化再進化 甚至變成現在的百足龍 光是參種中又有超強實力的幾個 金木就多小黑 都是力士的賀子 為什麼力士的賀子這麼強呢? 因為神代力士擁有和修家的血統 在最近幾話中 和修正提到 金木炎那種賀子 只有和修家血統才會擁有 初代獨眼之王也是和修家的人 所以這個賀子才會這麼強大 這麼有潛力 以上就是我講到的東天三種 前五強賀子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請幫我按讚訂閱 並且分享 我是葉東烈 我們下次再見